来看看这样的条件 你会想离职吗 有网友在网络上询问 自己工作主要是做食品 一周上班六天 但第六天只上半天而已 算加班费之后 月薪可以达到七万五千元 而去年年终就领了四点三个月 像这样的工作内容 他说很无聊 工时高 问大家说要继续做下去吗 有不少网友就留言 确认说他赶快离职 因为有一堆人想去 这也意外的在网络上掀起了话题 钱多是少离家境 是不少人找工作的梦幻条件 但这种工作久了 可能会太无聊 就有网友在迪卡发文 透露自己工作内容是做食品 一周要上班六天 不过周六只要上半天班 底薪四万五千元 但加上加班费后 月薪可领到七万五千元 而且去年年终奖金领了四点三个月 对于他来说工作挺轻松 但是无聊工时高 询问广大网友 要继续做下去吗 结果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有网友表示 如果你不做了 请告诉我 快点离职 因为一堆人想去 外面一堆工作 做得要死要活 月薪也才三四万元 现在我们会选高薪无聊吧 应该说年纪也已经 发展性差不多了 人就是需要有一点挑战 另外也有网友 点名两种职缺 也是薪资不错 但工作无聊 像是传产公司 淡季时每天回邮件一小时就结束 还有外商公司行政 月薪可达56k 但工作没什么难度 他在前景上不见得非常的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你学到什么样的技能 我在在职的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进修 增加你的这个职缺的一个竞争力 有人力银行业者统计观察发现新世代求职薪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不少求职者更在意是否能工作时间弹性 以及混合办公 还有公司的前景 像是内部培训计划 再职申签资讯都要在面谈时公开 但还是看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比较重要 杨宗彦博冲台北报道